今天是年初三赤口 傳統上是不去拜年 不少市民到沙田車工廟祈福 希望揚年時事順利 黃曉玲報導 位於沙田的車工廟 一早已經有大批善信參拜 誠心為新一年祈福 香火鼎盛 當然保佑家人身體健康 成績好些 社會就不要那麼多爭吐 有泰國遊客每年都來香港 專程去到車工廟參拜 每年都來香港 整個家庭 多少年都來香港 18年 來到車工廟 當然不少得轉一轉風車 為來年轉個好運 離開之前買個風車 亦都是指定動作 有店主就說 今年的生意和往年差不多 和往年比較 要比這兩三年差不多 年初三是赤口 根據中國傳統習俗 這一天比較容易和人發生爭執 所以很多人都不會去拜年 選擇來到車工廟這裡祈福 為了方便市民前往車工廟 警方實施封路措施和人流管制 亞洲電視記者黃曉寧報導 警方實施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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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